- 吐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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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我們要去露營了 - 但我們今天比較晚出發 - 因為我們被雷了一下 - 妳告訴我的時間有點錯誤 - 以為是明天才出發 - 但其實是今天 - 所以我們也取得營主的同意 - 可以晚一點點上去 - 沒有關係 - 接著在這次露營還在晚睡 - 有點倉促 - 所以就沒有跟大家說 - 我們帶了哪些東西 -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 因為其他的夥伴 - 已經抵達營地那邊 - 他們已經在搭帳 - 到了之後呢 -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 我們帶了什麼東西過來 - 像媽媽 - 好 謝謝妳 - 放鬆 - 要出去玩了 - 我們要去露營 - 妳呢 因為是哥哥 - 希望妳可以在營地 - 好好守護弟弟 - 好不好 - 放著狗哥哥 - 感覺就是這場 - 熬鬥的人 - 我覺得他應該會 - 非常喜歡這次的故事 - 因為有他 - 我其實也蠻期待這次的日行 - 然後也買了一些 - 超小的露營用具 - 等等打開的時候 -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 還有恭喜專用的 - 還有恭喜專用的 - 想不到露營用的 - 想不到露營用的 - 恭喜專用的吧 - 哇 帶上他的頭燈 - 不要再瞧不起我的頭燈了 - 我覺得妳很棒 - 對 - 欸 - 妳是不是很明顯 - 開心得不得 - 妳很好奇對不對 - 妳在動看 - 開心得不得 - 妳在動看 - 開心得不得 - 蛤 - 蛤 - 他們就很乖的呆在這裡 - 他們就很乖的呆在這裡 - 有沒有 - 我們現在在弄 - 重墊的部分 - 這是我們今天睡覺的地方 - 這是我們今天睡覺的地方 - 我覺得好快樂喔 - 恭喜妳好像很快樂喔 - 恭喜妳好像很快樂喔 - 不過我看出來 - 太可愛了吧 恭喜 你的露營餐椅耶 自己長這樣很舒服對不對 寶貝 我看你的腳腳 很爽耶 你的腳腳真的超爽的 萬歲啊 你很可愛 你們好可愛喔 好 加你 三個好可愛 好可愛喔 恭喜 你在幹嘛 我們還在鋪床 然後恭喜很自動的就跑到床堆去了 你鋪得真好耶 小寶 好嗎 好嗎 已經累了 已經感覺累了 娜娜朗朗已經好累了 你要去給她一個擁抱嗎 你的眼睛有我咧 對啊 那我的眼睛有什麼 娜娜也有我啊 兩個眼睛都有啊 你的眼睛有我 對 我的眼睛有 你有我嗎 現在是我們的進食時間 大家都已經先吃完了 沒有很多食物 這鍋是薑母鴨 那鍋是麻辣鍋 我們吃玉米好不好 我們剛剛洗完澡了 先後恭喜睡覺的房材來洗澡 現在已經洗完澡了 收拾東西 但我現在沒有看到我的房 找一下狗 好不好 覺得好像看到我的狗 傻眼 你在這裡 躺在我們的露衣上面 要讓她早就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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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幹嘛 你倒是很乖 在玩學在這 YES 姐姐 妳用看著就好了 妳真的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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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乖 像個大爺一樣 繼續吃地瓜吧 好吃嗎 可頌好吃嗎 有人吃可頌是吸的 妳很愛釣魚 對啊 恭喜 恭喜 打開會不會 好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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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他要 他很嫌棄 他叫妳把那口吃掉他要重新咬一口 重新咬一口 擦防曬的時間到了 真的要去西邊玩水 手手腳腳碰一下水就好了 這是我跟狼的位置 然後我們是買單人 因為我們喜好不同所以各個 然後這是 恭喜的床 Kenny的床墊 然後因為恭喜在家裡就會睡這個 我們想說帶一個小型人過來睡 他會比較feel like home 他睡得非常的舒適非常的開心 Kenny的床墊有做這種小的 真的太好了 我們到時候去美國也會帶這個Kenny的床墊去 這樣他一下飛機就有東西可以睡 而且跟家裡的一樣 我覺得這樣非常的安心 50x90公分 符合他現在的身形 也符合到時候去美國的身形 方便攜帶 而且你看他可以這樣遮起來 這樣遮起來就可以收起來 方便方便 要去西邊了唷 你很開心喔 這是什麼小袋鼠 好開心喔 你站站 有養重訓 對 娜娜 哈囉娜娜 這一個是要去小溪的路徑 但我們覺得太陡了 不太適合我們 因為恭喜現在還不會走路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回鄰居好了 有人睡醒了 一直叫阿呆給他簽 阿呆給他簽 哈囉兩位 哈囉 恭喜 恭喜 好棒 好棒拍拍手阿公主拍拍手 拍拍手 你們兩個明顯就是在那兩個人 好啊那我哪裡明顯 我明顯是他的工具 換這個也很爽 午覺的時間 你的髮型看起來很髒欸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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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一定会救 什么意思 听听 不客气啦 不客气 被侵了也还要谢谢 后央冲到我下山 有没有被你弄得好暈喔 不客气啊 太阳又快要下山了 这次呢我们是跟很多家长一起来录营 觉得这样子的录营会比较轻松 因为其实它是为家长和为小孩做的活动 大家也很协助我们 就例如说他们会书装是给我们吃 我们其实就是顾好东西就好了 只是他们的小孩都倒是大一点 然后可以去做一些比较户外的活动 但恭喜目前还没办法 所以我们就是要陪着他 大概就是这样 狼应该还是不太喜欢录营 有一度就是感到很崩溃 我已经感觉累了 可能遇到一些不太喜欢自己 例如说很多虫啊 东西很脏啊 会有一些屑屑或石子跑进来 有些情况他们可能没有很喜欢 我也没有很喜欢 可是我还可以接受 但是看到恭喜跟玩水都很开心 还是觉得很开心 好的大雨不好的 至于有没有下一次录影的话 我跟狼哥回去会再讨论一下 我们第一天来进去的时候 恭喜已经洗澡了 所以我们来进去的时候不用帮他洗澡 但今天就是已经度过一天 而且中午很热 大家要流很多汗 今天恭喜是一定得洗澡 可不过很幸运的是 他这里浴室有澡盆 我们现在挑这个时间是一个凉 但因为不会太冷的时候帮他洗 他洗完他不会热到流汗 然后他也不会冷到 可能不小心感冒 我就在这个画面看着你盲筋 又盲足了 好出来了 结果我们两个手忙小完之后 这支完成了 这支是一个快乐的背影 我也喜欢到外边还睡醒 嗨 嗨 嗚 亮亮的 但我弹错了 那怎么了 起码灯 现在可以收拾东西了 这床垫可以一对折缩起来 这个大小就比较方便 很吸大 要回家了 恭喜 喜欢这支的露营吗 你刚刚在哭哭哦 因为在等我们对不对 完成 要回家啰 恭喜要回家啰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旅程 旅行结束了咯 我觉得哦 比起去海边 我根本不喜欢露营 最高 露营 我两个盒子都非常喜欢 这件事情如何取得平衡 真的请干妈吧 以往啊我们可能连出去玩都蛮懒的 但自从露营之后 恐怕是对于出去玩会觉得 诶好像也还好 走一个住饭店 或住民宿室 或就是野地的那种 现在有了比较急以后 你就会觉得 哦 轻松轻松啦 我认同因为 营地的厕所就真的 发发的回忆 如果出去玩的话 无论你住哪一种住宿行事 它的厕所都是在房间 而且我甚至现在觉得 大家住Airbnb也还好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 经历过这种比较 比较tough的 行程之后 我们就有更多的选择 而且其实自己的容忍值是很大的 对对对 突然觉得容忍值变大了 我必须说我看东西 其实真的非常喜欢出去玩 他就是会去抓小石头 好匿名 到每天 我看他那样都会觉得 至少有个人很开心 中间有功亏过耶 第一天晚上睡完隔天下 我就很想回家 因为我真的觉得太长了 手的肩并非常严重 就是觉得到时候觉得 刷刷 然后就让我这个很帅弱 淘汰这一点 我有一点没有办法 接受 你笑的吗 不用再说我们两个 真的是 好很多 温度湿度味道对我一点 非常的重要 如果是空气中湿度不对 我也觉得还好 可是它这个湿是会湿到 你棉被也会很少湿湿的感觉 这一个事情是我在上一次录影的时候 没有感受到的 我觉得大部分人对湿度 没有多么敏感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的说 我们开厨师机好不好 开爆厨师机 动人用事吗 这身材里面厨师 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一个 对不对 快要超大很崩溃的状态 对我们也是 其实还是新的体验 你以前觉得你会喜欢 你就不想再去尝试 尝试之后还是有新的过程 不喜欢还是不喜欢 但是有过的之后 但是你会有变同的方式 对我们会是容认 是可以变大 对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 互营分享 互营东西当然有很多东西 没有拍到有点可惜 因为真的太棒了 的话 接下来点赞 订阅就分享 小说拜拜 拜拜 恭喜说拜拜 欢迎说拜拜